繼續來看中華館是六都之外的第一大館 去年又因為這個出生率九八八 拿到全國的冠軍 但是現在這個出生的人所 跟希望的人所越來越多 加上這個人口 三出比三出的比較多 民進處公佈到最新的資料 中華館頂國人口的總數是 一百二十六萬兩千六百七十三的人 以近年來 每國的平均人口所 減少一千人的速度來計算 上近明年中這個人口所 就會獲得一百二十五萬的大館 依照到地坑制度法的規定 強行會有一位副管長會來試驗 中華館是六都以過第一大館 經期地坑制度法 人口所一百二十五萬以上 可以有兩位副管長 不過民進處公佈 最新人口所是一百二十六萬兩千六百七十三的人 平均十九月又減少一千人 每年中可能就比一百二十五萬人更少 其中一位副管長未來可能會試驗 我們現在努力一方面招商 一方面我們商劃縣目前是全國各縣市 人口出生率最高的縣市 我想目前應該還算蠻樂觀的 為了把工作補掉 只能想辦法像出市率 只是中華館去年出市率九點五三 又拿到全國冠軍 原來因為他們出市的銀口 也這麼近失望人數 加上刷進來的人 又比刷出去的人更少 工作機會比較少 我們這個中部的薪水不如北部 只它離台中比較近 那大家可能會往比較都市的方向去移動 可能人口老化也是一個問題 中華館近台中 就業機會薪水都沒有比土花苦有優勢 可能是因為這樣才造成人一直減少 針對我們青年的一個這個福祉 不斷的再加強 包括我們有青年創業基金 籌建我們的青年住宅等等 那在在都是以青年為號召 為了讓年輕人留在中華做工作 關府政家青年社會好理 這期祖書加強生多幾年 希望可以減少人口率出去的速度 也希望可以去英國很多中華青年 回去家鄉做工作